中国成功的把美国给忽悠了 这个此次弹机非彼次弹机 我们搞的不是美国意义上的第四代战斗机 也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第五代战斗机 我们是在坚实这个战斗机基础上的改进 2009年的4月6号 美国国会批准拆除 把剩下下拆了 拆了以后现在我们坚20已经批缠了 一张嘴一组图 直接忽悠的老美拆掉F22生产线 我国战户局到底有多会忽悠人呢 在我国有这样一个神秘组织 他们手拿长枪短炮 脚踏万里河山在我国军事基地到处跑 你以为他们是妥妥的军事发射迷 可恰恰相反 他们是我国最大的黑粉 当美国怀疑我们偷偷造四代机的时候 他们说 今次就说是坚实改 就让他们炒来炒去炒成中国的四代机 哪这么容易就搞出来了 美国F22搞了20多年 那中国四代机这还没打算搞呢 这就吹气就成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 当老美又怀疑我们偷偷造航母的时候 他们又跳了出来 大声反驳 胡扯 简直是荒天大谬 不过是哄孩子的睡泥玩具而已 一而再再而三地忽悠 直接让西欧各国误以为 我们到现在还是靠小米一架步枪打仗 雾霾防激光 海带防潜艇 战狐们的嘴到底有多不可信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战狐局 战狐局全称战略忽悠局 英文名为Strategy Full Agency 简称SFA 是我国一大神秘组织 2009年前后 美国空军在生产完195架F22后 就是否要扩大22的产量 产生了极大的争议 毕竟这都快200架了 差不多也够用了 何况别的国家还没有能 媲美F22的超强武器 再加上F22的造价未免也太贵了点 3亿美元还造不了一架 这个高昂的价格 就算是老美也承担不起啊 于是这个时候 老美内部就提了争议 讨论应不应该暂停F22的生产线 其中令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中国 偏偏在这个时候 西方各媒体还纷纷报道 说中国就要研制成第四代机了 而且性能比F22还要强 老美一听 这可不行啊 兔子要是真把这事干成了 那我们岂不是就危险了 正当他们准备继续扩大F22生产线时 咱的战护局坐不住了 要知道 那时候我国还真的没有什么 强悍到无人能匹敌的秘密武器呢 那老美不停生产线能行吗 肯定不行啊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咱局坐毅然决然挺身而出 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 就上了央视的军事频道 准备开始忽悠大法 问 网传我们再造第四代机 并且已经成功了 张作义正言辞 我们那么穷 拿着来的钱造第四代机啊 况且美国可是花了22年才搞成了F22 我们就算有钱也没技术啊 事实上啊 我们搞的既不是美国意义上的第四代战斗机 也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第五代战斗机 我们其实就是在战机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网上传了半天的三代机 其实就是坚实改 局坐不愧是局坐 凭借一番惊天地气鬼声的忽悠功夫 成功让美国停产了F22 而且为了防止泄密 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盖茨 还特地下令 把整条F22的生产线拆了 连颗螺丝钉都没留下 成人病 咬人命 我国一向会把握时机 就在F22生产线刚停不久 我国的歼20就横空出世了 而且还顺利首飞 这直接把来我国访问的盖茨整懵了 什么情况 不是说是歼10的改进机吗 怎么突然来了个这 这算什么 给盖茨气的大霸美国情报机构 是个不中用的 自此 我国战略忽悠局一炮而红 跟随着局座的步伐 走上了一条不回路 你知道美国现在有一帮战略家恨谁吗 恨中国的带路党 说你们这帮傻吗 天天说共产党不行 中国要狂 把老子给忽悠了 还是身体好 你以为战略忽悠局 只会嘴皮子功夫吗 如果你这样想 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的战略局不仅说话技术一流 拍照技术更是一绝 如今网上大名鼎鼎的 聊鱼16号捕鱼船就是其代表作 不跟你说 你绝对不敢相信这个看起来 腼腆害羞 稍显破旧的小捕鱼船 竟是我们的辽宁舰 我们的排水量高达6万吨 长300米 单甲板 就宽70的中国航母 真的 我直接哭死 看得出来 我们的摄影发挥是真的稳定 忽悠技术也是真的吓死人 除了辽宁舰 我们的山东舰也惨遭忽悠局的毒手 一艘6万吨的航母硬生生拍出了 出海打鱼的小渔船 视觉效果不过是个身高1米6 1米7的小可爱 这张照片发出去 谁不相信中国能造航母呢 你看看 中国宝贝都这么难了 送个大船去捕鱼吧 14亿人口呢 那小渔船在捕得不够人均分的 不得不承认 对各位战乎的摄影技巧 除了跪拜再无其他 更有网友调侃道 想看艺术照 得北上去找俄罗斯 想看证件照 就得去找咱的老乡识 日本海字 毕竟 咱的摄影师 就像是为女朋友拍照的男生 总是能找到 你意想不到的死亡角度 1米8的大长腿 硬生生能拍成30公分 精致的鹅蛋脸 更是直接拍出了双下吧 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中俄摄影师的 那如东非大猎谷般的差距吧 同样是拍052D驱逐舰 在战乎们的镜头里 咱的战舰 就好像那大海里 无依无靠 飘飘摇摇 马上要翻得可怜小船船 灰暗的天空 汹涌的海水 45度的星斜 不仅让我们 为这个小可爱念了一把汗 生怕一个浪花打来 就将再也不见 这个小甜甜的身影 反观俄罗斯摄影师的拍摄 052D驱逐舰和飞号 如同一把笔直的长剑 在汗面上一以身辉 湛蓝的天空 与银白的船体遥相呼应 仿佛下一刻 它就将批拨斩浪 直插云霄 整一个就是 无情哈拉哨的形象 你以为我们的战乎 只获获自家的剑船吗 错了 咱一向秉询的可是来而不往 非离也的观念 既然你俄方给我们拍了 那我们不得还那么几张 而且 咱中国人都是石神人 要还就得还更好的 我现在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旗舰 彼得大帝号巡洋舰的甲板上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 非航空母舰核动力 水面作战舰艇 高度接近20层楼 宽度接近一个标准体育场 长度超过250米 于是 又一名场面诞生 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巡洋舰 顺利被拍成了 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巡洋 哦 我们这该死的 令人极度的摄影技术 此举此为 此情此景 俄罗斯网友再也坐不住了 纷纷发言道 虽然我们的招船不适应 但起码 我们拍摄了科技 而中国 恰恰相反 咱们的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